生活懒人包单元带您来看到 根据国外的研究发现 走路时变换速度 不要维持同一个速度 甚至可以停下来之后再继续走路 这样的方式会比维持同一个速度 多消耗20%的热量 真的是如此吗 来听听国内的健身教练跟减重医师怎么说 不少人到运动场健身房 迈开步伐想靠走路来燃烧脂肪 根据国外生物学报 这份研究发现走路的路程 不时变化速度 比起一直维持相同速度来说 可以多消耗20%的热量 研究也建议民众 想达到效果每隔一分钟 进行加快或减慢 这样忽快忽慢反复执行 每天约30分钟 对此国内专家怎么看 其实基本来说就是 可能是做工不一样 间接跑它是有变化的部分的话 当然相对拦止会比较提高 对因为喘气跟患养的 这个空间会增打 所以它就比较不会传 它就会持续性比较高 有检重医师也提醒 想走出效果 步伐至少每分钟 170到180步 心跳打每分钟110下 也要留意膝盖围弯 脚掌先着地 才能避免受伤 建议每次都要持续 20分钟以上 走路姿势也很重要 要什么过度向前驼背 好就是脚步的部分 就是自然的迈开就好 对不要就用那种小碎步 从日常走路中调整速度快慢 也是维持健康体态的参考方式之一 这位杨宗彦王秋明台北报导